如果你真正尊重婚姻的话 就不要办喜宴 白痴才办婚礼 今天央视语出惊人的 12号吴宗宪出席新节目记者会 说到女儿Sandy刚结束的婚礼 竟然出动到点超级 是不是赚了很多红包 她就来解答啦 婚礼不是拿来赚钱用的啦 对啊 如果婚礼这样可以赚钱 那我每年都结婚 对不对 好像很多好朋友的包 很大很大吧 结完婚以后 Sandy就去看车子了嘛 那Sandy 有了吗 没了 哪个大部分 真的啊 落后一点 不不不 落后 这种事情落后一点好 不用拿阿末快的干嘛 张维忠说你明天病就好 我是张维忠 我也会这样猜啊 应该是Vivian 几率比较大 前面廉嫁两个女儿 爸爸后勤补及也会做得不错 我迅速再补上两枚 我看他们赶快 好不好 如果有合议的对象 到底是不是要跟谁生互 这个要缘分的啊 那Vivian 可以帮你这样子 不是 他到教会去了 他都在教会 关于Vivian的话题 憲哥是不敢乱讲 不过办婚礼这回事 他可是有独特见解的 如果你真正尊重婚姻的话 就不要办喜宴 白痴才办婚礼 办婚礼是对世人一种宣誓 我们结婚了 给我们幸福 将来你要不要负责任 不是跟地有办婚礼吗 啊 这是他们的梦想啊 他就是一个世俗人而已 所以不要 你就先怀孕 你跟我妈讲的一样